刚刚听到令营局的是 中正一分局针对这起事件 不只逮捕学生 连采访的媒体记者也抓 而且都是用手铐 或者是束带来制服 那么这有没有执法过当呢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 就也非常不满的 要求北市府要道歉 而且要在三天内提报告 不过负责的中正一分局局长张奇文 他却一肩扛下责任 他强调说 昨天晚上是他一个人下的逮捕命令 完全没有向台北市长 或者是警政署长来报告 还说呢因为教育部里面 当时已经并非集会游行现场 而是刑案的地点 而这些记者呢 跟犯罪者一起闯进去 意图不明 所以也得要抓 民进党议员炮火猛 要求柯市府道歉 既然柯市长说 谁决定谁负责 因此当场逼问 中正一分局长张奇文 是谁下令逮捕 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 为了保护大家安全 所以把他们上靠 你下令的 是 你跟柯文哲市长 以及你有没有跟警政署的 陈署长通联 请说明 没有 没有跟市长 没有跟署长 处理教育部占领事件 分局长说 没向上承报 艺人决策 在场艺员 没人相信 你好大胆子 你好大胆子 这么大的事情 事前先做了这样的指挥 决策 而事后 你连报备市长或署长 都没有 这是符合哪一条的行政规范 难以执行 除了学生 三名记者也被捕 但台北市警局公文显示 早在今年三月就要求 处理集会游行时 遇到脱续群众或执行进空前 得事先联络媒体配合警方 市警局长邱风光都坦承 没有依照SOP执行 分局长却有不同解释 他并不是一个集会 所谓的集会的现场 他是一个刑案的现场 三间半裂跟着犯罪人到现场去 所以我们刚讲 他所扮演的角色 是单纯的采访 或是有其他的意图 他为什么要冒着危险 去跳墙攀墙 从屋顶跳下来 闯入教育部 就从游行民众变成刑案嫌犯 这种执法尺度 市议员听不下去 限期北市府三天提出检讨报告 明日新闻 刘宋玲 陈辉宏 台北报导 指南京